哎哟 闺女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 爸 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你说 据说商老先生同意退亲了 过两天 他会来南洋亲自找你 什么 他同意了 嗯 商欲亲口说的 行吧 既然如此 那就别勉强了 退吧 爸 既然你不肯说定亲的来历 我也就不问了 坦白讲 就算商老先生不同意 这亲事我也一定会退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闺女啊 你就这么不喜欢商路 谁会喜欢一个智障啊 嗯 在里 李广明煞有介事的点头 他也觉得商路挺没智商的 罢了罢了 既然你不喜欢商路 那咱们就把亲事退掉 我闺女这么优秀 还怕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吗 女儿啊 你别多想 只要你不愿意 爸肯定不会强迫你去做不喜欢的事 谢谢爸 夜里十点 洗完澡 李翘擦着头发来到电脑桌前 他先是登录了外网模拟器 从旁边捞过手机 找到了刘云的手机号 他将号码输入到页面里 紧接着敲了几段代码 按下回车后 很快 页面就显示出了对方的通讯录名单 刘云的通讯录人数很少 还不到一百人 李翘没有瞎拉页面 目光直直地定格在通讯录第一位的昵称上 啊 大老主子 直觉 这是商誉的电话号码 李翘将号码输入到自己的手机里 刚保存完 他的电脑突然黑屏了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然后直接拨通了李少全的电话 我电脑的IP地址和运行轨迹 你处理一下 你又干什么了 复制了一份通讯录 没被发现吧 被发现了 哦 对了 我用你的账号登录的追踪器 李少全差点没骂见 但他暴躁的情绪还没发泄出来 手机促然弹出了一条路上短信 三百万 您放心 爸爸 这么点小事交给我处理 李翘懒懒地摁了一声 挂了电话 就回身躺在床上 打开页面 开始搜索商鱼的微信号 与此同时 你到底行不行啊 要不你来 我要是会追踪技术 还有你在这浪费时间 那你就给我闭嘴 你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废物 手机通讯录都能被人劫持 要不是我发现得快 你现在可以原地去世了 少说废话 你到底能不能追踪到 实在不行 我给汪月打电话 让红克那边出手 你再废话 我现在就去汇报老大 刘云默默地端正了姿态 顺便给自己 做了个拉链风嘴的动作 我现在就行